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广东南兰的赵锐 之前在视频当中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赵锐在广东南兰官宣了自己的伤病缺席比赛之后 也是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条个人动态 并且严正的指出不信谣不传谣 对吧,用这样的方式来警告一些媒体和球迷 不要对他的伤势大做文章 但是在他这篇动态发出来不到24个小时 就是大概在今天的凌晨0点 那么作为著名CBA联赛的大V 导演我讨哪CBA 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就对于赵锐这个伤病缺席比赛的说法 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那就像咱们截图上显示的这样 他跟赵锐有了一次相对比较激烈的针锋相对 那么当赵锐这个动态发出来之后 他就在底下留言用了一个闹来代替 意思就是你说的不是真的 这可能是他的想法 然后赵锐紧接着迅速反击 那你告诉我内情是什么 结果这个导演我淘纳CBA的这个大V作者 立马就算是服软了吧 表示啊,祝你早日康复 意思就是提前终止了这个话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赵锐要在宣布自己确实因伤病缺席的情况下 发出来这样一条有点类似于警告球迷的动态了 其实警告的就是类似于这些 可能有一些内幕消息的人士 不要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一些信息的散播 以扰乱整个球队的正常备战 因为熟悉CBA的球迷对于这个导演我淘纳CBA 这个账号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他的爆料准确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很多时候能够拿到一手的资料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在休赛期李春江啊 在这个签约上海队之前 最先爆出来这条消息的 就是这个叫导演我淘纳CBA的账号 同样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几天之前 有消息传言来多有可能去签约广东队的消息 那么最终的话呢 他跟这个广东队三名后卫 汤杰赵锦阳和玛丽可训练的视频也被传出来了 而这个视频最先传出来的也是这个账号 所以说你不得不否认啊 这个账号的作者 他的确是拥有一些内部的关系 可以拿到一些球 我们这些球迷根本拿不到的资料 所以说啊 他或许是知道了一些事情 关于这个赵锐的一个伤情的一些事情吧 所以说才去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质疑 那我们也能够理解 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赵锐之所以去写出这个不信谣 不传谣 并且不放弃法律对就权利的这样一个话语的意思 就是不希望在自己的伤病 已经让球队造成了这个战力损耗的情况下 再让自己的这种伤病 在精神上给这个球队造成了扰乱 可以说赵锐也是一个非常职业的球员 虽然说自己伤病没有办法在球场上帮助到球队 但是他希望尽自己的能力 对吧 把自己受伤的这种影响降到最低 只局限于球场之上 不要在球场之外 再给球队制造任何附加的压力 当然了 这种对于未知事情的这种探究性 甚至这种八卦心理 可能很多球迷都具备的 但是作为一个职业球队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更希望 球队只是把这种伤病问题停留在球场之上 那已经因为伤病问题损失了赵锐 赵锐也是整个广东南篮实力最顶尖的国内球员 也是绝对的第一打推核心 所以说损失已经非常惨重的情况下 如果说再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 那对于整个广东湖南篮来说 无疑是双重的打击 所以赵锐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也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也希望理性的球迷吧 就暂时终止对于赵锐伤病的猜测 或者说你可以去猜测 但是不要再去网上发布任何的消息 这样的话肯定与赵锐的初衷 与广东南篮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广东南篮 希望他们能够 哪怕是在赵锐缺席的情况下 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的话 这个时候选择去支持他们的比赛 去研究如何在赵锐缺席的情况下 能够让现有的这些队员 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弥补这个空缺 发表一些这样的言论 我觉得倒是不错的 至于赵锐伤病的问题 关于他的一些猜测 我觉得应该是适可而止了